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短暂反美进行交接工作 离开纽约的时候 侨胞也送鸡帮他加油打气 而肖美琴今天清晨抵台 也把取得简易稳健的四只爱猫带回台湾 一下飞机肖美琴就立刻关心爱猫的状况 也频频的安抚情绪 接下来会正式投入选战 跟赖清德分镜合集 帮小鸡们站台复选 2024再赢一次 热情的潮包举的布条 在纽约该来离机场 欢送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肖美琴 大家抢着合照留念 此去驻美代表职务后 肖美琴回到美国进行交接工作 这次离开不知道何时还能跟大家见面 我在台湾会在不同的角色上面 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继续为台湾努力 那也会继续的为我们在美国的外交团队 来加油跟支持 依依不舍的道别 肖美琴也带着四只爱猫回来 一起进入台湾战猫的模式 长途飞行十多个小时 一下飞机就关心爱猫情况 还拿着零食逐一喂食 就怕爱猫到了陌生环境不适应 还抱着安抚情绪 肖美琴亲自到柜台 查询后续检疫相关细节 回来之后 马上启动辅选列车 而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一早则是出席创新创业加年华活动 要帮年轻人打造更有盛的创业环境 我会继续去优化台湾的创新创业的环境 包括人才的培育 提出院姐拉拢创业家 赖清德跟肖美琴选举分进合集 两人预计周日合体造势 从11月4号首场台南市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开始 到12月3号台北最终场 不到一个月已经办了23场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滥销同框 势必能炒热选情 当天封街造势将秀出及时空拍技术的彩蛋 支持者能透过直播看到大型挺台湾的立体字样 邻居气势象征大选获得胜选的决心 记者小米秀人生林祝强台北桃园 中文报导